2020年2月26日下午,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与荷兰外交官杂志 联合举办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吹风会 河中商务理事会主席哈克马先生、荷兰外交部、荷兰卫生部及荷兰海牙市政府官员 荷兰通讯社、ANB、荷兰国家广播电视台、NOS、荷兰广播电台、BNR、共同日报、AD、金融日报、FD、新路特丹商报、NRC 等20余家荷兰主流媒体及荷兰华文媒体、50余家组合外交机构及国际组织负责人 荷兰雇主协会、荷中商务理事会、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等政商界代表共计近200人出席 会议开始前 全体预议会人员为在疫情中英勇牺牲的医护人员和不幸去世的患者默哀一分钟 并观看大使馆剪辑制作的抗击疫情视频 徐大使通过具体数据、趋势图表等介绍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成效 指出目前新增确诊病例总数逐步下降 新增至于出院病例数快速增加的总趋势 相信随着防控措施和救治力量的不断加强 形势一定会不断好转 徐大使强调 此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 感染范围最广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挑战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置于首位 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提出坚定信心 同舟共计、科学防治、精准失策的总要求 中国举全国之力 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防控和救治举措 包括与病魔赛跑、完善诊治手段 全国动员部署疫情防控 打响湖北及武汉保卫战 开展国际合作等 这些措施和取得的非凡成绩 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的责任和担当 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大无为的牺牲精神 和空前凝聚力 为全国乃至世界防疫斗争赢得了宝贵时间 徐大使表示 应对疫情让世界见证了一个国家 在面临危机时所展现出来的勇气和力量 也见证了国际社会在人类面临 共同挑战时的团结与协作 这正是中国最终战胜疫情的信心源泉 徐宏大使感谢包括荷兰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中国抗疫斗争的大力支援 感谢荷兰国王和王后 首相 外交大臣向中国领导人表达慰问和支持 她对荷兰方面在预防疫情方面采取的必要 解合理的措施表示赞赏 中国将继续同各国一道打赢这场疫情狙击战 徐大使针对荷兰企业界的关切指出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冲击不可避免 但冲击是有限的 可控的 中国政府一手抓紧防控疫情 一手抓好经济运行 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政策服企业 保民生 文外资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应对疫情短期冲击 疫情的结果同时也在倒逼企业经济转型升级 徐大使还介绍了中国下一步在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 完成扶贫攻坚任务 切实保障民生 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等八方面采取的举措 徐大使强调 风物涨移放眼亮 看待中国经济发展 应该坚持全面看 辩证看 长远看 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中国经济定能屡显如遗 荷兰中国商务理事会哈克马主席发表讲话 介绍疫情对核中经贸的影响情况 他对中国政府为遏制疫情蔓延而采取的有力举措 表示赞赏和钦佩 他表示 受疫情影响 部分中国企业暂时停工 短期内对全球供应链会造成一定影响 但中国在抓紧疫情防控的同时 正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相信疫情过后 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发展 河中、欧中企业合作也将迎来新机遇 荷兰广播电台、共同日报、新路特丹商报等进行了现场直播 徐大使还就信息透明度 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 反对借疫情搞政治打压和种族歧视等问题 回答住和外交官和记者的提问 欧华传媒网络电视向徐大使提问 就荷兰某个主流媒体依然使用 中国病毒的称号发表文章仪式表达看法 徐大使说 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了 Kavik-19这个病毒名称 不应该与国家和城市的名称在一起 他表示非常感谢荷兰首相、各部门大臣 以及社会各界向歧视现象表达谴责立场 歧视华人的现象是反人权、不道德 对于荷兰警方收到的歧视案件 希望得到公平的调查结果 会议持续近二小时 吹风会现场反响热烈 与会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抗疫举措和取得的积极进展 纷纷表示对中国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希望同中国一起携手努力 共同应对这一国际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